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收到一个很开心的信息 就是中央终于迟缓香港了 这个信息是在昨天香港01率先报导出来的 我们看到之后就非常之开心 大家可以看一看《均德三人行》的节目 大家看到其实中央政府对于香港非常之关注 尤其是香港现在的疫情非常之严峻 我们看到现在香港的确诊人数每天都在攀升 昨天的时间就有900多钟 再前一天其实是1100多钟 现在的情况我们看到整个确诊的数字可能很大机会会倍增 而且市民要排队几个小时才可以做到检测 然后等到两三天才有检测结果 这个情况实在太慢了 而且如果我们要进行强制检测 或者是维封某一个区域的话 其实现在人手是不足够的 而且相对来说是没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我们国家是秉持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这个原则 希望就帮到香港手可以处理到更加多事的 我之前也在节目谈过就是希望中央作主导 特区政府就作辅助的形式 但是刚刚就看到消息就是说中央政府今次是做一个援助的角色 而在特区政府做主导的 其实是没有所谓的 因为中央是会派大量的人员来香港 帮香港做一个强制检测的 这个强制检测会怎么做呢 我们就静观其变 因为目前的情况还不是有很多的资料显示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报道有关的事情 那个消息是怎么样呢 01报道的 这里赞一赞01的速度真的非常快 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资料的时候 可以去看看香港01的报道 他就表示港府的官员将会是 在未来的这个礼拜六礼拜日 即是2月的12号13号 就到深圳 跟内地去商议派员来港 协助抗疫的安排 这个安排其实是想将检测量 增加到60万次的 那为什么增加60万次呢 大家知道现在香港是十几二十万次了 对不对 还有的时候真的检测的时间 真的非常之久 你等到两三天 其实都能够睡了 对不对 所以的时候最好就尽快地 可以在八个小时内就检测到 这是最重要的 另外一方面呢 除了检测之外呢 就是寻求要援助 兴建港版的火神山医院 去集中和大量的接收一些 确诊的病人 因为现在呢 我们看到呢 有成二千多位患者 就在家里面等送医的 有很多时候呢 就可能要居家隔离 这个时候呢 其实呢 就会有个风险 就是令到社区的感染的人数更加增加 所以必须要用火神山的 那这个火神山的决定呢 其实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呢 就不是一时生黑想出来 说要处理这件事 而是经过深思熟虑 和知道香港 现在整体的疫情发展呢 是刻不容缓的了 那所以的时候呢 就要建火神山医院 那我们看到中国速度 其实的时候呢 那时候呢 就那时候武汉啦 是不是 武汉封城的时候 火神山医院 其实用非常之短的时间呢 就可以建立起来的了 那香港的人口呢 就不是太多 虽然不是太多 但是都有七百多万 如果要在一个火神山医院 或者是方仓医院的话呢 其实需要的人呢 就真的不少的 方仓医院是很简单的 但是火神山呢 是有个隔离的 库、病房啊 各方面的 配置呢 其实都要有的 那所以的时候呢 在这个行动之下呢 我相信呢 就是非常之开心的 那这次我们知道呢 就是李家超司长呢 和曾国慧的局长呢 就会上到去啦 那应该还有其他官员上去的 那很开心的就是 我们李家超的 李家超局长 我们的政务司司长呢 终于有机会出场了 所以这次呢 特区政府这个行动呢 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那还有的时候呢 对于中央今次的辞缓呢 我们应该深存感恩 因为其实 我们都是中国人 是不是 一国两制之下 没有任何一位市民 任何一位居民 不是中国人来的 因为制度不同的而已 我们所有人都是中国人 所以的时候呢 中央一定会支持的 那我刚才说过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呢 更加重要一点呢 就是说 这个礼拜 除了去开个緊急专家会议之后 最重要呢 就是要有大量的检察人员过来 那目前收到的讯息呢 其实香港已经有百多二百位的 一个检察员呢 就到了香港的了 那其实内地派了 百多二百人过来 是觉得不够的 所以现在呢 就希望 找更加多人过来 来到香港支援 做一个国区的检察 那进一步了解的时候呢 其实港府呢 希望将现在每日的检察量呢 就提高到六十万啦 那如果内地的时候 可以提高 可以提供到更多的时候 当然更加好 如果每日做到一百万 就最好 而且最重要呢 我也是建议呢 就是你一对三 就是一个採氧瓶里面 有三个样本 或者十个样本 二十个样本 其实这个更加快的 那如果做起来的时候呢 其实一日两日之间就可以做完了 那这个呢 才是真正的动态清零 最重要在二十四小时来呢 这个黄金时间里面呢 就是做到应该要做的事 就是找到来源 和截断感染源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现在目前呢 有很多确诊者呢 我们看到呢 有二千多位 甚至可能三千多位了 那目前呢 都是在家里面呢 暂时隔离 那情况呢 就很不理想的 所以呢 就必须要密释一个合适的地点 那呢 就要火速地建立一个 类似火神山的隔离 和医疗的处所 将数以千计的初步阳性患者呢 尽快迁往那个地方 防止家居隔离期间呢 再去感染其他家人的 那我们也知道了 其实特区政府 某些专家都说 如果你在家中隔离 你怎样去和其他家人 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呢 戴口罩是最重要的 但是这个也是不理想的 你也知道 我们每个人所接触到的那个物件 我们都会留有我们的身体上高的一些 尤其是病毒 都会留下在上高的 那难道你叫家人不和你接触吗 这个是非常之困难的 而且呢 有时候呢 可能有些 患者是需要一些负压病房 这样才可以令到他的病房 是更加好转的 因为我们需要的时候呢 就是切断这个病毒的来源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目前来说呢 其实 现在的整体情况呢 我们是非常之开心的 但是在这里呢 要提醒各位观众 那记住了一件事 千万不要去抢购物资 因为我相信呢 中央政府已经说了 很清楚的了 譬如我们之前 蔬菜价格很贵 中央政府已经是平抑物价 还有的时候 最重要呢 就是运送足够的蔬菜来到香港 肉食也是 包括我们的所有日常生活的用品 其实完全都是的 这个是 我们是国家的一部分 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 所以大家一定放心 千万不要去抢购 给一些有需要的人 大家可以买适量的东西 准备两三天的干粮 应该就足够了 还有最重要的呢 我在这里呼吁大家 最好准备一个防疫包 这个防疫包里面 有你需要的 除身的物品 什么叫需要的 除身物品呢 其实很简单的 比如你的手机 是不是 你要充电 这些是你需要的 你的疏洗用品 包括毛巾 牙刷 还有你的 可能洗面乳 各方面的东西 你可能需要 你平时可能需要服饰的药物 这些也需要的 比如你有糖尿病 你有高血 这些药物 你要准备好的 还有少少的干粮 随时 因为你肚饿 你可能要吃一些东西 那杯面 或者一些肉干 一些小小的食物 甚至朱古力 那些的时候 你也可以准备好 那你可能可以准备好一些电筒 一些工具 一些小工具 去以防不时之需 那最重要的就是 一些保暖的衣物 保暖的衣物 那时候是避免了 因为现在天气 都有少少冬的 那你睡的时候 换洗的衣物 你要准备好 一件外套是必需的 那长褲 舒服的 轻生的长褲 那和解门的一些舒直 雜质 那其实都是最好的 那所以这些东西 当大家准备好的时候 就可以随时出发了 亦都减少了 那个在那 不断在那执拾物件的 那个情况 所以我刚刚 打电话给家人 就提醒 他们说 你准备好了一些 就是你需要的 这些防疫包 或者叫做 那这样的时候 这方面是很重要的 还有大家千万不要去抢购食 因为食物是足够的 不要控抬个价格 这方面 是劝于大家的 那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 都提过 其实呢 今次的疫情 是非常之严重的 我们都希望呢 中央是来 辞缓香港 那因为今次的时候呢 正正可以 向香港的 所有市民呢 就展现出 我们的中国速度 和呢 中国的规划是怎么样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 是非常调理的 真是预备洗肢 因为很多香港的朋友 在这两年里面 都没有办法回来内地生活的 那我和赵柱基先生呢 其实经常在节目里面就提到 其实现在内地的抗疫情况呢 是非常之先进的 而且快速 不扰民的 那现在香港呢 可以真正感受到 现在内地的情况呢 我觉得是非常之开心的 如果可以的话 由中央主导就更加理想啦 但是特区政府呢 其实今次做主导呢 我相信中央呢 自有安排的了 所以大家呢 就更加放心 因为今次呢 其实内地呢 就一定用八方支援的方式呢 来支援血浓于水的香港的了 那其实呢 内地还会提供一个呢 就是 流动的检测车 流动的检测车的时候呢 就可以去各区採养啦 那现在目前呢 听说呢 根据消息显示 就会争取呢 最少一百辆呢 这个流动检测车呢 来到香港呢 火速声援的 那现在 目前整体的情况呢 我们觉得呢 是非常之理想的 那由于做了 那检测的人员啦 那检测的方式啦 我们的房眼实验室啦 其实检测的量呢 就应该会增加的了 那特区政府呢 我都希望去从善如流 听下 民间的说法 我们现在所提议的 会做一件事呢 其实都是为了香港好 也都希望呢 政府的官员呢 就不要太过坚持 用西方的方式去抗疫 因为呢 动态清零呢 是我们中国独有的 那现在既然要行动态清零的话 为什么不用回中国的方式去动态清零呢 那这个才是重中之重啊 我可以和大家讲的时候就是 因为如果你在整个处理的过程里面 你坚持用西方的方式 其实做到不拖不拖 对于动态清零来说呢 绝对是一件呢 有破坏没有建设的事来的 那更加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有健康码的话呢 那就更加理想了 这个健康码 绝对不是安心出行 我这里都是继续呼吁 就是用月康码 或者有一套码 是可以用港康码都可以 没问题 但是你必须要有呢 每一个人的资料 每一个人的手机号码 你的身份证 你出入到哪里 全部都有纪录的 因为呢 你的私隐呢 其实比不上一个公众利益 更加重要 如果你可以做到公众利益 排在第一位的话呢 我相信呢 对大家来说都是很方便的 其实你现在用Google啊 用Facebook啊 用YouTube啊 用任何的一个社交媒体 其实你都可以观察到 你的行踪 你所说的东西 其实都会大家看到 他有一个大数据 去知道你究竟想要什么 想做什么 甚至你走过去哪里 其实是一清二楚的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大家不了解到 其实国家收集了这些资料 是为了抗疫 和为了保抢我们的健康和安全 所以这样做法呢 我觉得呢 我们应该是支持的 而且有这个健康码在那里呢 就是有得追踪功能的健康码呢 其实对于香港的疫情控制 是非常之好的 大家看到 在西方媒体上 去到我们中国北京去参加 北京东澳的时候 都看到一件事 就是的时候呢 大家都相信到 中国呢 动态清零是非常之成功的 为什么这么成功 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真的做得很严谨 还有的时候呢 是很受人民欢迎的 我相信今次呢 如果中央政府呢 可以将内地的那套方式呢 完完全全搬来香港呢 香港市民一定感受到 什么叫做动态清零 我们呢 再不需要戴着口罩在通街行 如果我们真的做得好的时候呢 我们真的可以脱下口罩 食肆 可以重新开业 开业的情况会是怎样呢 就是不需要再限座位 不需要两个人一台 四个人一台 或者甚至六个人一台 我们是完全开放 大家逼在一起坐 没有问题啊 如果哪里发生问题的时候 我们再继续再来一次动态清零 那么这个情况呢 很希望香港市民真是了解到 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 还有呢 你可以随时回到内地 当你内地的情况 你遇到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一个强制检测的一个手法 这样这个呢 就可以维持到所有人民的健康了 大家看到 内地现在经济发展 真是非常之快速的 而且未来的五年时间里面 我们真的要好好把握 尤其是新任特首上场的时候 我们更加要去了解到 这个对香港是重中之重的事 而且3月20号就开始提名期开始了 所以的时候我们 不是2月 2月底 就开始提名期开始了 所以的时候我们希望新任特首 可以尽快秉持着 这个为人民着想的 一个原则 去办事 还有的时候呢 尽早令到疫情远离香港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时间 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的话 请大家在我频道下面的留言区留言 最重要的是点赞 以及支持大卫sir 这个免费的知识频道 多谢大家 拜拜 各位